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民用航空法的题库 今天是题库的第一堂课 所以有一些过去曾出现过的命题 要提醒各位一下 以民用航空法来讲 你看这个101年曾出现过名词定义 我们说到解释名词 这些名词其实是出现在哪边 在于我们民用航空法里面的第二条 那民用航空法所谓的飞航作业规则也有出现过命题 那我们请看一下 请各位翻译一下课本的433页 课本的433页 433 433在民用航空法里面 我们把法条附入在课本的最后面 那以民用航空法里面的第二条讲得很清楚 他说本法用词定义如下 什么叫航空器 什么叫航空站 飞航 航空人员 好 你看 航空人员 航空人员 航空人在第四个 他说包括航空驾驶员 航空驾驶员就是我们讲机长 那除了航空驾驶员 另外还有巡航驾驶员 飞航驾驶员 那另外还有工程师 有飞航工程师 航空器的维修工程师 飞航的管制员 还有维修员 还有航空器的签派员 签派员 好 这是指航空人员 如果像这种名字定义五个的话 一个大概就占五分 那航空人员它分成很多人 航空器的驾驶员 飞航工程师 飞航工器的维修工程师 飞航管制员 维修员 跟航空器的签派员 那当然你针对这些人 你也可以做简介 也可以稍微做简介 航空人员的话 你做简介的话 可以稍微针对这几个名词做简介 比方说在我们课本里面的129页 你可以翻译下129页 课本129页针对航空人员 有一个名词定义 你看所谓航空人 包括所谓的航空驾驶员 驾驶员其实 分成有所谓的巡航驾驶员 加强了飞航组员 那甚至像机长他就是驾驶员 那机长的部分你看 机长是一个驾驶员 名词定义 机长 机长的名词定义 你看他说航空器所有人使用人指派 在飞航时指挥作业 指挥并负责航空 航空器的作业安全驾驶的责任 那当然飞航途中碰到有危急 航空器人员危急发生的时候 可以做一般的紧急的处置 一切的紧急处置 所以他有最后的处置权 最后的处置权 机长最后的处置权 好 这是我们民航空法里面 在第二条里面谈到的一些定义 另外再搭配飞航作业规则 那有关名词定义的部分 好 所以有关航空人员的部分 机长的部分 你可以稍微简介一下 因为他占五分而已 稍微简介 不要花太多时间 那飞航的部分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飞航 在民航空法里面的第二条的第三款 谈到飞航是指包括航空器的起飞航行降落 以及起飞前降落后所需的在航空站飞行场的滑行 所以包括起飞航行 起飞航行以及降落还有滑行 这些我们称叫做飞航 那特种飞航的部分 是指航空器试飞 航空器的特计飞航预限或者故障维护 或运渡这些单次飞航活动 这种特种飞航是一种单次的飞航活动 包括试飞特计预限或故障的维护 那特计的部分 那是跟一般这个特计是飞航作业管理规则里面的谈到 那并不是一般的飞航 所以针对一些特种的技能表演的 那所以我们请各位留意一下 这些名字定义除了在民航空法里面 还有民航空飞航作业管理规则里面 有谈到这个部分 那我们请各位翻译一下 好 我请各位翻译一下课本的部分 你打开一下课本 在247页 飞航规则里面 在飞航规则里面 它就有名词定义 在247页 飞航规则里面的第二条 它有一些本规则的用词定义如下 你看第一个就谈特计飞航 所以这是飞航规则的规定 不是民航空法 飞航规则 在飞航规则里面的第二条 本规则用词定义如下 第一个特计飞航 指航空气特意所为的飞航操作 那包括姿态的突变 不正常的姿态或速度的不正常变化 既然是特计不正常的 它可能是速度或者姿态所不同 展现出来的飞航 所以是特意所做的飞航操作 另外留意下飞航规则里面 在247页 飞航规则里面 有关你所谓的机场 以及机场的定义 还有飞航指南 飞航指南出现过命体 108年出现过命体 所以注意下247页 这个飞航规则这部分 飞航指南 飞航指南 这个出现过命体 所以注意下特计飞航指南 还有像飞航指南 政府发行的出版物 包括空中航行必须持续的资料 包括航路 通讯设备 包括一些设备相关的规定 另外在第248月 注意下手助服务 需要收救航空器 那这些资料通知适当单位 并应该单位的需求与协助的服务 我们叫做手助服务 那你看这里面有所谓也有飞机航空器 另外再注意下249页 另外49页有所谓的管制空域 还有包括管制飞航 那另外在250页有所谓飞航情报中心 飞航情报区 还有包括仪器飞航 仪器的进场程序 这些是出现过的命体 所以注意下这个仪器的飞航 仪器的进场程序 在检定考里面重新出现过这个仪器的 在课本里面的251页 250页 所以这个是来自于飞航规则的规定 那像仪器飞航 飞航指南 这是108年度的考题 所以留意一下这个飞航规则 这里面的名词定义 尤其像252页特种的目视飞航 目视飞航 这个过去也能够出现过命体 在检定考里面 好 这个是飞航规则 好 那有时候会搭配 注意一下 这是名词定义 有时候单一个名词定义它会搭配法条 名词定义再加上法条的相关规定 这种考法 这种考法 比方说像机长 何卫机长 然后机长的部分呢 在民航空法赋予机长什么样的权限职权 职权 好 这个就要搭配一下第三章叫做航空人员的部分 我们课本请翻一下440页 440页 所以何谓机长 这是名词定义 再搭配第三章的航空人员 机长 机长算航空人员 所以机长他必须经过按照25条规定 24条他是中卫民国国民 除非交通不合准 当然我们现在有外籍航空的机长 外籍的机长 那是交通不合准 那另外还有25条 要经过学术科的检验合格 然后按照26条规定 要体格的检查 然后按照27条之一 他们要经过这些模拟训练 经过民航局的认可 这是机长的部分 机长按照民用航空法里面规定 他必须经过学术科的检验 中卫民国的国民 以及必须经过体格的检查 还有经过飞航的模拟训练 另外在飞航安全的部分的时候 飞航安全的部分的时候 你看这38条 在445页 在看本445页里面的38条 第五章飞航安全里面 38条都讲了 航空机飞航时要具备下列的文书 那其中在第三项 你看一下第三项 好 我们密航空法在38条第三项 赋予机长什么样的权限呢 他说在起飞前 应该确认航空器已经具备 第一项第二项的文书 也就是说机长在起飞前 应该按照密航空法规定 他要去确认 有没有飞航航空器的登记证书 有没有试航证书 这是机长的部分 然后设施条规定 有航空器试航证书 航空器所有使用的人 对航空器要妥善的维护 那在飞航前要做例行的 施行的检查 那不试航的话要停止飞航 那机长如果不试航也一样 即便是他有试航证书 可是经过检查之后 觉得不试航 安全条件 试航条件不够 那机长也可以停止飞航 这是依照40条规定 赋予机长的权限 然后登登登登登 下面里面甚至也谈到了 有关于飞航当中 按照40条规定 航空器飞航不能投资任何的物件 喷洒系列航空器 这也是机长的权限 然后在45条讲 航空器非常浓重 机长是负责任 并得为一切的紧急处置 45条 所以注意下项45条 在448页 这种我们称叫什么 叫做名词定义加上法条的规定 何谓机长 就在民用航空法第二条 然后机长依照民用航空法赋予他 应该有什么样的权限 就配合法条来谈 这种我们叫做名词定义加上法条条 这样的考题 你可以翻一下民用航空法 我们来翻一下民用航空法 在课本的433页 民航空法 民航空法里面第二条有些名词定义 你要搭配法条来看要特别注意一下 比方说像我们刚刚讲的机长 第10款的机长 那你要搭配3845条40 这些来看 那另外民航六页 注意下 十一民航空运输业 普通航空业 航空货运的承染业 还有包括航空站的地勤业 空除业 以及航空货运的机站站的经营业 这些这叫做民航六业 民航六业过去考过名词定义 他就直接考何谓民航六业 那如果名词定义加上法条 你看民航空运输业 他是以航空直接掌握客户邮件取得报酬的 那取得报酬 他搭配法条都搭配从48条开始450页 你看450页 48条 什么叫民航空运输业呢 我们说是以航空器直接载运客户邮件取得报酬 那民航空运输业经营的时候 申请要经过筹设申请 那申请的时候如果是民营跟国营的有什么差别 在48条就把它分成民营 要经过民航局核角交通部筹设计 许可筹设 那在许可筹设期间的时候要办妥相关的登记 以及包括取得所谓的从事安全营运的能力 然后再向民航局核转交通部核准 那如果假设涉及到国际运送的部分 还经过海关登记取得证明文件 这个是民航空运输业民营的部分 这是搭配我们说 名词定义在搭配法条的部分 这是民航空运输业 那民航空运输业 你看在49条规定 如果你是公司组织还要符合下面这样规定 那49条就要有资本额的规定 所以49条是它的要件 公司组织要符合的要件 资本上的规定在49条之一 那50条规定 你如果是从事的是国际航空的话 那要取得国际的航权跟时间带 这是民航空运输业 所以民航六页可以考一个名词定义在配合法条 就在第六章 民航空运输业的管理的部分 第二节叫普通航空业在453业 然后在第三节是航空货运承染业 那第四节在455业 是航空货运的集散站经营业 第五节是航空站的第秦业 第秦业 好 这样子的民航定义在搭配法条来考 这是很活泼的考题 所以请各位留意一下 总之要特别注意一下民航空法第二条 名词定义的部分 所以民航六页的部分要留意 那另外你看一下434页 这边有个名词叫航空器的失事 航空器失事 它任何人为了飞航空地登上航空器 到所有人离开航空器时 或者从遥控无人机 它从开始启动 启动推进系统到启动系统关闭 在这个运作当中发生的事故 我们都称叫航空器的失事 所以直接被他人航空器上的人造成死亡伤害 或者航空器遭受辞职上的损害失踪 这我们叫航空器的失事 那这边有谈到航空器失事 包括对人员的死亡伤害 所以航空器的失事 失事部分会涉及到人员的伤害 跟物品的损害 那所以接下来会有所损害赔偿的部分 那这就可以搭配考题了 搭配法条 就可以搭配法条 何为航空器失事啊 那依照我国民航空法规定失事之后的 对人员物品的损害的赔偿规定为和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搭配民航空法后面 在第九章赔偿责任部分 在课本的459页 这个赔偿责任的部分 赔偿责任一直是国家考试出题率非常高的法条 所以这个章节 你民航空法里面 我们发现民航空法过去历年考题 最近这季历年考题第九章出历率非常高的 非常非常之高 那我们后面等一下会再跟各位谈一下这个赔偿责任 你分成要分成人员跟物品的部分 包括还有所谓的辞演的赔偿 这个部分呢 事实上 名词定义再加上赔偿责任 这也是很好的考题 留意一下这个部分 所以101年第一题就出现这个名词定义 那你稍微减速一下 那你要我刚刚讲你要小心一下什么 他名词定义再加上法条 记得名词定义再加上法条的部分 那因为机长他是民航人员 注意民航人员这个章节 这种章节